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包装呢是这样子没有塑料的 衣服是包在这个纸里面的 很香耶 建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品牌介绍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他们家呢是我观察下来 好像是一年大上新有四次 每个月有一个小的胶囊上新 但是他们家最大的第一个特点 记住了就是产量非常非常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他们家已经有两年了 但是买的很少的一个原因 因为都买不到 基本上每次上新 我如果不是盯着去看的 等我想到要去看一眼了 我喜欢的款式的小马 都是买不到的 他们家断马非常严重 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们家官网的模特图 真的是太好看了 可以说在我心里 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个品牌之一 你们去看一眼 你会被他官网模特图那种感觉 所折服 就不是说多么美艳 但是就是很有味道 我身上这件针织衫 是去年在他们家网站上下单的 是他们经典款的一个针织 然后有好几个颜色 主要成分是马海毛的 所以你实物看的话 会有点毛茸茸很荣感的感觉 而且一年下来保持的也还挺好的 很戳中我的一点 就是它会有好几个小心思在里面 让它看上去普通 但其实穿在身上的效果就不太一样 首先它作为一个针织衫 它是这里有一个尖线是在这里的 官网模特的穿法是 拉开两颗扣子 然后就是解开 然后半路相间露出锁骨 所以是很慵懒闲散的一个感觉 然后第二呢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露肤度在里面的 有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这也是去年在他们网站上下单的一个视频 我当时也是一个试水的一个态度 没想到收到还挺喜欢的 整体的橙色还保持都比较好 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氧化的问题 金色并不是说很亮很闪的 而是那种有点暗面的但是很有质感 有那么一点点中古感的视频的感觉 我这一次也又下单了一个视频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正式开箱 看我今天买了哪些单品 第一件我们先从最最基本款的单品讲起好了 也是他们家经典款 然后他们有一个榜单 我看到是TOP20 就是有本的最热销的20件产品吧 这件针织是排名第五 然后这件吊带是排名第16 然后这件吊带有两个颜色 一黑一白 是100%的针丝刺绣加上人造丝 太好看了吧 完全是打到我 背后有蕾丝吗 背后也有 给你看一下我的背 看到我了吗 我美吗 天哪 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我买的应该是34 他们最小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感觉 然后它的带子是这样子 完全一根细肩带 是不能收长收短的 但是就好极简好高级啊 我来配一下哦 如果说配这个 就是衬衫 这件是COSE的 完全就是我喜欢的 就是那种黑白的 但是有一点花纹 有一点设计感 看着很简单 但是细看又很耐看的感觉 然后按照官网模特的穿法 这件吊带它是有种性冷静域系 就是全部一身黑 极简性冷的一个 静域系的一个纯黑色 我觉得三十家的女老板 女上司也可以这么穿 就是远看一身黑近看 别有乾坤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配他们自己的 刚才的这一个真枝 就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啊 或者平时 就跟他们的模特一样 就是衣服不穿好 就只这样子 稍微露一点 这样也挺好看的 好 第一件这个成功 第二件也是 我对他们很有信心的 是他们家很擅长做的一个单品 就是毛衣 正面看比较普通 然后是灯笼秀的 马海毛的这个烹度 会更加的烹一点 背面看 这件衣服的特点就在于背面 背面是这样子 一个大挖背 然后这件也有好几个颜色 这件我是不是 要一直这样跟你说 比较好啊 这件有好几个颜色 还有白色 然后如果按我自己平时的话 我应该会选那个坨色 会更加适合我 这件的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比官网上显示的 要稍微再浅一点 我觉得比较适合 金发碧眼的外国妹子穿 会更好看 我穿的话 可以感觉到 就还不是很显白 所以这件我一般般 如果我买那个坨色的话 应该会更加好看 下面一件呢 跟我第一件毛衣很像 然后我知道很像 但是不一样 就是是他们的新款 然后比我第一件应该要厚一点 然后更oversize一点 肩线它也是这样子一个大落肩 整体和我的那个第一件 真的非常非常像 如果二选一的话 我会选这一件 是我喜欢的 它的厚度的话 会比那个第一件更加厚一点 然后款式上 比那一件更加有设计感 那一件会更加基本款一点 要看大家喜欢什么类型 如果你喜欢更加休闲 潇洒然后性感的感觉 更明显一点的话 那就是这一件 穿出去你的女生朋友 都会来问你啊 这件毛衣是什么牌子 询问度会很高 然后直男男生 也都能读懂的那种性感慵懒 很擅长做这种基本款型的毛衣 但是增加好看的这种 扣子啊或者一些收编 然后增加一些吸睛点 会在平凡中带有一些别致 中场休息来看一个饰品 这个是他们饰品配的布袋子 还挺好用的 然后有一个这个搭扣 平时也可以带出去 然后我是这一对 是去年买的嘛 今年我买了一对 我买的上面是一个这样 像日葵的 下面是白色这样 亚克力的 我觉得出去拍照啊 都会很显 这样子 好像对我来说略大了一点 是不是 有点推大了 为什么我每次戴这种 我都有种自己是沙盒上的感觉 稍微略大了一点点 稍微再小一点就好了 但是他们家的耳环饰品 我觉得总体来说质感是好的 是有一点分量的 不是说轻飘飘的 看上去很廉价的那一种 好不要骚手弄自了 我们来看下一件 之后呢 是两件他们的衬衫 和他们当家比较主打款式的牛仔裤 很纯的那种深蓝色 然后我应该买的是一个七八分长的 对我来讲就是九分刚好的一个长度 我的身高是163码 体重47到48公斤 今天所有的尺码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信息 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 嗯 就一般般 就不买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首先是它的那个面料 它的面料 不是很软弱很有弹性的 是有那么一点点刺 有那么一点点渣的感觉 我买的尺码是24 是我平时差不多 Levis的牛仔裤的尺寸 有一点点偏小 然后在偏小的情况下 它是slim的款式 再加上它这个面料本身有一点渣 所以我现在腿的那个舒适度 不是很好 是有一种物理挤压 把腿slim 硬生生给挤压 受挤压进这个裤子的那个感觉 然后是它的那个长度 我买的是它的一个七八分长 七八分长 我看它官网的内长是写的69厘米 但是在我腿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略长了 就你们看不出这个是个七八分裤吧 对吧 包臀的效果是挺好的 就是臀部 我觉得是他们家牛仔裤设计的最好看的地方 就看上去你的那个臀部很紧 然后很翘 所以松上 那他们家的牛仔裤我觉得 妈妈逮啦 好 最后就是衬衫 衬衫也是我很推荐大家主打看的 他们家的品类 他们家衬衫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蕾丝 花边 然后荷叶边 很女性花很浪漫感觉的 还有一类就是非常简单的款式 但是看上去比较帅的 比如说男友风的衬衫 那他们家第一类那个衬衫 大家一定要当心不要被图给骗了 法式的淑女感觉的那种蕾丝 然后很浪漫的花边 包括我现在身上这一件这个宫廷风 就是我对自己有一点误解啊 这种法式的浪漫和阿依莲的吐气 有的时候只有一步只有一步 看图片很好看 理想很丰满 现实瑞有骨感 就我穿这类型的衣服吧 合理 但是 略有一点点会容易显得土 最后一件 我不是很满意啊 这个也是在他们畅销20的那个榜单里面的 是他们比较主推的一个男友风的衬衫 然后有好几个颜色 而且它写的是很oversize 所以我买了34 不好看呢 34 它完全不oversize 它这个肩件都在我的肩膀里面了 整体的版型它都是 嗯 蛮简单的 我觉得 啾啾啾 不买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它这个面料的这个厚度还可以还不错 一般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买大一个尺码 朋友们看 这件是我自己的 是在Outlet买的 是Polo La Floren的 这个就更符合我想要的 这种类型的衬衫的感觉 不要问链接啊 没有的 是在Outlet随便买的 然后像这个就是 我比较喜欢的那个男友风衬衫的感觉 它也有那么一点分量感在里面 像刚才那件它这边就没有那个堆积感 那就没有很男友风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好 最后到了总结的环节 今天开箱我最喜欢的两件单品 我已经穿在身上了 它们家总体的风格 大家也已经看出来了 是基本款里面带有很多那种蕾丝花边 毛茸茸的烹感 很多女性化浪漫的元素 总体走的那个路子呢 是比较法式慵懒的感觉 它的价格呢 是比And Other Stories或者Cost这样的牌子 差不多贵三分之一 基本上上一毛一都是在100美金左右一件 然后你食物收到以后 我觉得和官网的差别不是太大 它差别大在那个穿的那个人 就那个穿的那个人的那个气质 还有我自己的整体那个啊 会决定了我能不能架起这个衣服 所以它们家那个差别是在于这儿 不在于衣服的质量 而在于它那个官网国策图 那个氛围会太好了 然后关于邮寄的问题 这是我在它们家下的第三单了嘛 然后我又再做了一下功课 它们家现在一共是分为五个地区页面 一个是法国欧洲其他地区 比如说德国就在这里 然后英国美国和国际页面 然后中国现在是已经开通了国际直游 它们走的是DHL 然后邮费是15欧不包税的 而且进中国基本上被税的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说大家如果只有中国的话 要做好要被关税的那个准备 其他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这一边 在邮寄方面是满200欧就包邮 然后美国的话也是满250美金包邮 然后也可以免费退化 好像超过780美金之后 有可能会有关税的风险 然后大家重点要看的品类 我觉得就是秋冬各种各样好看的毛衣 然后这一次没有买的是它们家的裙子 它们家的连衣裙在夏天很多波西米亚风很浪漫 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但是就还是那句话断马小马非常非常难买 然后第三个可以折重看的我觉得就是衬衫 好看的衬衫 大家要记住官网的模特和自己在长相上的那个壁垒 除此之外衣服上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它们家很会做颜色 秋冬的毛衣很多那种坨色都很好看 这一次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我也没有买到 大家可以着重看一下它们各种坨色系的毛衣 太美了 好那这就是今天Cezanne的这个品牌买家秀 我非常非常满意 而且我会持续关注这个品牌挑选它们家好看的一些单品 非常符合我那种在极简基本款里面带一点闷骚性感的那个要求 很符合我 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记得给这个视频按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多多评论弹幕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